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雄 今日我去到調景嶺站 其實我之前都已經拍過 將軍澳其他地區站的周邊 例如寶林坑口, 康城, 將軍澳 我都拍過它的周邊 今日想補充這個 missing piece 就是調景嶺站的周邊 都想看看其實這裡附近有些什麼 大雄其實未真正來過 希望大家跟我一起explore 有很多地方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大家一起猜一下, 一起發掘一下 這裡就是景嶺路 地鐵站出面, 對出有一個藝術學院 這裡叫做香港資專設計學院 很漂亮, 樣子都挺漂亮的 但是我記得現在這個時候是不歡迎進去的了 一會路過看看能不能進去附近看 進去就進去, 進不去就算了 那我都看一看地圖先 那這邊呢, 就可以去到海邊的 那都, 見到有條橋在建 那看一看方向 這邊應該是將軍澳那些新樓 那都看不清楚了, 其他 那邊是采明 采明也是另外一個 在將軍澳區一個比較出名的澳園 好, 現在就真的開始走 那看一看樓先吧 金記冰室 這裡有一個商場仔 叫做, 死了, 忘記了 高匯站 凍樓都挺漂亮的 這裏有太輕, 有一竹麵 一竹麵都是大家下的 那我就沒光顫過了, 不好意思 所以就介紹不到些什麼給大家 這裏地鐵站旁邊呢 就有個巴士重站 有的士, 有小巴 巴士, 我記得是有798去晉陽村的 即是火炭那邊 有這個694去小西灣村 那其他就好像有個 好像有架車是去西貢的 如果沒有記錯 其實, 有件事可能 不是住在將軍澳的朋友 未必會知道 調景嶺雖然乘搭地鐵 就是最近市區的 因為它旁邊的站已經有塘 但其實它來將軍澳隧道 不是最近的 反而是寶林最近 即是微站的寶林 就變成了 其實很多巴士 它是不會 不會經 或者最後才去到 調景嶺這個站 變成了選擇就沒有那麼多 乘地鐵都方便的 大雄就不太喜歡乘搭 這裏是景嶺路 調景嶺的景嶺 對面就是彩鳴 看到它這邊和這邊都是叫彩鳴的 由這個角度 看一看這個 香港之磚設計學院 好,繼續走 這裏向上走是山來的 讓我看一看 如果我走這邊 會不會回去 是勉強可以的 好,這個是彩鳴街 好曬 好曬 都很難得 因為前陣子連續下了很多日雨 我有很多天都沒有出去拍片 這幾天就有個陽光 馬上飄出去了 好曬 剛剛打算就沒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有一间比较出名的学校 以我所知是私校 就是这间优才书院中学 我记得好像是中学 我有点不肯定 如果没有记错,这间是中学 小学就在旷角那里 我记得洗衣街 这里是都会站 好像不是读站 读什么呢? 液啊? 不回忆? 不知道 这里有另一间学校 是中学 其实这个位影也挺漂亮的 只是看到一个 好像是叫香岛 我们走过一点 看看它的中文名 很漂亮 路过有个叫崔岭里 游乐场 在上面 不特别上去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能看得到 是香岛中学 另外刚才那间 幽才书院 校舍也挺漂亮 那这里有一条村 叫做 这条村子 线明村 应该是 那 就向上看一看 那也像是一个 比较 新的 屋村 来的 这边又有另一间学校,天主教圣安德,应该是小学来的 前面如果再转,又会去九龙 上面有人在曬衣服,真好笑 这边也有人在曬衣服,挺好笑的 走回这条路去景嶺站那边,这条路叫翠岭路 走回来,走回来 走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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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有個雜樹 旁邊有座石山 我看地圖,這個山對面應該是一個墳場 不要亂拍,七月 這裏有一條小小的街 有一些學校 明愛白英旗 專業學校 這條街叫做 翠嶺 走一點點,看看有沒有東西提 沒有東西看回頭 沒有東西看 但是這棟建築 都算是 頗有規模 頗大 上面又有一條橋 這樣 我繼續走回剛才這條路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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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翠嶺路 今天都非常炎熱 很好天 現在的氣溫是 32度 今天我戴這盆帽 第一次用這盆帽 是 我們在這盆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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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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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